大家好 歡迎收看財經及時通 我是茵茵 Hello 各位全國的觀眾朋友大家早安 我是Ryo 道瓊昨天大漲1000多點 那台股到現在也只剩下最後兩個交易了 那投資人是不是可以期待一下 有一些反轉呢 Ryo 基本上我們看到道瓊有沒有 他昨天的這個漲點是1086點 是史上最大單日的一個漲點 而且漲幅非常大 那像這個就符合我們之前 跟各位投資朋友分享過的 這叫做吞噬紅K 什麼叫吞噬紅K 他必須要符合三個定義 第一個就是價格要創下整個波段的新低 那昨天確實也來到整個波段的最低 21712點 那收盤價要過前一日的最高價之上 所以看起來確實他也是創 也是很明顯 收盤就收過前一日的最高 而且是一根紅K棒 就吃掉兩根黑K棒 所以有符合一跟二 那第三個條件呢 就是成交明顯放大 第三個條件是沒有符合 只是說在這個地方 他又符合一跟二 所以這個地方呢 他就有機會帶領整個美國股市 再往上做一個反彈 至少這是一個好的開始 對 好消息 對 我們看一下 那至於台北股市 其實台北股市現階段 他看起來 在過去的兩個多月以來 就是呈現一個區間的一個橫盤震盪整理 對 那指數來到相對的區間低點裡面 所以這個地方 當然也是一個關鍵的轉折 那決定指數漲跟跌 決定指數到底會不會往下跌 或者說他持續往這個波段 往這個鄉形的上遠去靠近 那這是傷亡的一個責任 那但是投資朋友在這個地方 你的重點是擺在選股 你選到好的股票 大盤在區間震盪整理的時候 好的股票 還有他的漲幅會領先大盤 來我們看一下一頁 決定指數的是商網 哪商網 台積電 紅海跟大力光 那台積電 你看台積電現在這個位置 他是呈現一個區間的下緣 在這個區間下緣 就是來回整理 也很靠近區間下緣 所以受到美國股市 昨天大漲1000點的表現 這個地方渴望出現一個反彈 因為他之前在守這個下緣 守護台北股市已經守很久了 所以這個地方是有機會由台積電帶動往上做一個攻擊的動作 讓我們看下一頁 那第二是紅海 其實紅海離這個前波的低點67.6還有段距離 那當然今天也有機會往上緣去做一個靠近 那我們看第三個是大力光 大力光 你看其實大力光跟我們剛剛看到這個稻窮工業指數的吞噬紅 可以有些雷同 因為他在11月13號就出現一次的吞噬紅 可以你看當時這個11月13號圈起來這個地方 他的價格是創下整個波段最低來到2875元 那收盤價 他很明顯的高過前一日最高價 可是他要符合第三個要件 就是成交量明顯放大 所以後面一整個月 他是越走越高 越走越高 所以維持後面一直一個多月以來 到目前為止都沒有再破前波的低點 好 我們看下一頁 那這是三大法人 針對台北股市歷年來的一個買賣套表現 所以我們看到下面的這個地方 就是法人 三大法人 歷年來對台股買賣超 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 2008年是什麼 金融海嘯 對 金融海嘯當年 其實大盤是跌了46% 是 跌了 整個三大法人賣超是賣了3825億 那你看2011年是什麼 歐債危機 歐債危機大盤是跌了21% 那整個三大法人是賣超3139億 那你看2015年賣455億 但你看今年今年一整年到現在為止 已經賣了4684億 三大法人部分 真的很驚人 可是我們跌的其實不多 你看跟前面兩次三次比起來 其實我們只有小跌10% 那我要表達重點是 當每次出現當年度大賣 三大法人大賣超過3000億以上 隔年他都會有一個回補的動作 會大買回來 所以也帶動後面的指數 是往上做一個成長的 那我們看下一頁 那重點你要買什麼呢 其實各大投顧 各大這個證券公司 其實他們的看法是約略 是好是一樣的 為什麼 因為大家你看我把它圈起來 幾乎每一家 這七大投顧每一家 他的共同特色就是他們都看好5G 5G就是這一路以來 我們一直不斷的看好的標的 那他們看的區間是哪裡 是8500點到11500點 這是對明年的整個台北股市區間的看法 那第一點 為什麼是看8500點 因為10年限我們是8596 約略是8600點 這10年限還是持續往上做一個 往上做一個扣底的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 那你看2019年 我們一直提到很多次 5G建設的一個元年 那你看國際機構他也調查 其實全球的企業66% 都有意在2022 2020年以前 就是部署這個5G的相關應用 那尤其是在物聯網 還有這個影片傳送方面 那臺灣呢 我們的NCC 這是我們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 其實他也為了要扶植4G跟5G 他也開始就是決定 昨天也宣佈之後要調降 這個頻率的使用費 所以4G他也降了16% 那5G降了77% 所以這個降幅是很大 所以政府還是有意把政策引導往這個方向 好 那我們看下一頁的部分 所以現在這個關鍵時刻啊 投資人的操作策略應該怎麼樣呢 就是補運錢 什麼叫補運錢 就是你要把這個強勢標的 未來的主流個股 你要把它補到你的倉庫裡面 把它放滿 那運呢 就是你要運用換股數 就是手上有些股票 如果漲不太動 或他成交量比較小 他不是現在主流股 你就把它換掉嘛 換成主流股 換成強勢股嘛 那錢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你要錢滾錢嘛 不斷的做價差 才可以擴大整個獲利嘛 好的 那以上就提供給各位投資朋友做個參考囉 是 謝謝Lio的分析 更多最新消息 歡迎加入Lio股民當家的Line群組 張庫搜尋小老鼠 HCD5326J 或是用手機掃描QR Code 就可以直接加入囉 那財經集資通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